欢迎来到我们的世界领袖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乌龙虎 今天的新闻真是精彩分成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卡玛拉·哈里斯的狂热粉丝 在欧洲也开始增多 随着他即将对阵唐纳德·特朗普的消息传出 欧洲的民主党支持者和非美国居民的兴趣激增 甚至连捐款也在增加 这股卡玛拉狂热已经席卷了大洋彼岸的欧洲大陆 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特朗普的枪击案 FBI终于确认了 特朗普在宾夕法尼亚州的集会上确实被子弹击中了耳朵 此前关于他受伤原因的各种猜测和阴谋论终于尘埃落定 虽然特勤局局长已经因保护不力辞职 但特朗普的竞选活动并未因此停滞 反而更加活跃 最后特朗普正在努力翻盘 他重返明尼苏达州 试图在这个传统上倾向于民主党的州掀起波兰 他与副手J.D. Vance一起 希望通过吸引蓝领工人和工会成员的支持 扭转局势 这场选战越来越激烈 令人期待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德国之声报道 民主党在欧洲的支持者表示 美国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的竞选活动 正在激发选民和非美国当地人的新热情 民主党全球组织海外民主党发言人艾米·波特称 法国最近一周的情况是令人惊叹的现象 自拜登总统宣布将接力棒交给哈里斯后 组织的新选民注册和志愿者数量激增 波特还表示 甚至有法国当地人和非美国公民主动联系我们 表示愿意帮助哈里斯竞选 在他数十年的志愿服务中 这种情况极为罕见 尽管美国政府的联邦投票援助计划 估计有两半八十万海外美国人 有资格参加联邦选举 但而2016年仅有6.9%参与投票 现在民主党希望看到这些未被激活的潜力 被激发出来 波特提到 民主党在全球的52个分会 都在努力最大化这种新能量 组织电话银行活动和地面注册活动 不仅关注哈里斯的总统竞选 还包括参议院 国会等所有选票 日本时报报道 卡玛拉·哈里斯在准备迎战唐纳德·特朗普时 她作为乔拜登副总统的顾问团队 展现了她的风格和优先事项 哈里斯的许多助手主要或完全为她工作 而不是拜登 并且她正在考虑吸纳一些前总统 奥巴马政府的老江和拜登时代的重量级人物 哈里斯信任一个相对娇小的忠诚团队 这个圈子会根据新闻热点变化 熟悉她工作风格的助手表示 她喜欢深入的简报 提出尖锐的问题 并希望了解自己的盲点 一些前助手承认 哈里斯要求严格 这部分是由于她作为首位黑人女性副总统 所面临的高期望和高度审查所致 奥巴马在周五公开支持她 她的竞选团队中 可能会有一些奥巴马时代的资深人士 南华早报报道 唐纳德·特朗普在经历了7月13日的暗杀未遂事件后 已经恢复并在周五晚上出现在佛罗里达州 西宗犹滩的一个活动上 没有再带着诱饵的绷带 特朗普在活动中表示 她已经恢复得很好 并且刚刚摘掉了耳朵上的最后一块绷带 此次暗杀事件发生在宾夕法尼亚州巴特勒的一场集会上 一、民旁观者在袭击中丧生 另有两人受伤 由于保护特朗普的失误 特勤局局长金伯利·奇特尔本周早些时候辞职 国会将成立一个两党联合工作组进行调查 特朗普在此次活动中猛烈抨击拜登选择的接班人卡玛拉·哈里斯 称他是激进的自由派、无能和废物 但避免使用过去的贬损性绰号 特朗普呼吁基督教选民在秋季投票 强调如果他们投票 特朗普将以压倒性优势获胜 哈里斯竞选团队在X平台上回应称 美国可以做得比犯罪的唐纳德·特朗普的苦涩、怪异和倒退的幻想更好 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为美国的未来提供了一个专注于自由、机会和安全的愿景 Telegraph在特朗普家族中 残忍和自私的种子是如何被种下的 这是弗雷德·特朗普三世多年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弗雷德·特朗普三世的祖父 弗雷德·特朗普一世是家族中首先定义特朗普这个名字的人 他在纽约房地产界取得了显赫成就 但他与弗雷德·特朗普二世 弗雷德三世的父亲的关系却非常糟糕 弗雷德二世在四十多岁时因酗酒和心脏病去世 家族的复杂关系和高压期望也在他身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弗雷德三世回忆起家庭聚会中的紧张氛围 以及叔叔唐纳德·特朗普在童年时就表现出的竞争性和缺乏同情性的性格 即便是在简单的玩耍中唐纳德也总是要赢 无论对方是否知道自己在比赛 弗雷德三世的父亲在追求成为飞行员的梦想时 最终因家族的压力和酗酒问题而失败 给家庭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Japan Times 美国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在与以色列总理会面后表示 他不会保持沉默 这不仅仅是针对加沙地带巴勒斯坦人的困境 更是他在政治生涯中寻求独立声音的宣言 过去四年里 哈里斯一直是总统乔·拜登的支持者 但现在他成为民主党新的总统候选人 他需要找到自己的声音 而不只是默默点头 未来时、临天中 他需要在保持对拜登忠诚的同时 向公众展示他的独特之处 这是一个微妙的政治平衡 每一句话都会被仔细审视 以确定是否与他所服务的总统一致 Japan Times 在哈里斯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面后 他的办公室迅速向国家安全专业人士发送了一份备忘录 强调哈里斯在外交政策上的强大记录 这份实业的文件旨在展示哈里斯在外交事务上的重要角色 特别是在他与总统拜登一起恢复美国全球领导地位方面的贡献 这与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孤立主义倾向形成鲜明对比 哈里斯的团队希望通过这份备忘录 向外界传递他在外交政策上的深厚经验和坚定立场 特别是在他开始与特朗普竞选的这一周 悉尼《陈风报》报道 卡玛拉·哈里斯的总统竞选活动 以一种有机且组织有序的方式展开 既充满乐趣又不显得搅柔造作 视频中前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和米歇尔·奥巴马 给哈里斯打电话表达对他的支持 虽然这一历史性时刻的重量感被某些舞台管理削弱 但哈里斯在视频中表现得非常高兴 和奥巴马夫妇的对话也显得温馨亲切 然而视频发布后引起了不同的反响 一些右派人士认为视频过于做作 但对于哈里斯及其支持者来说 奥巴马的支持意义重大 《多伦多星报》报道 自从乔·拜登退出总统竞选 并支持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以来 Z世代选民在社交媒体上掀起了一股支持哈里斯的热潮 年轻的进步组织一直警告拜登在年轻选民中存在问题 并呼吁他更加关注年轻一代最关心的问题 拜登退出后 这些年轻领导人希望哈里斯能重新点燃年轻选民的热情 并在关键轴争取他们的支持 哈里斯的竞选活动得到了17个青年组织的支持 他们认为哈里斯能够带来新的希望和紧迫感 特别是在气候变化和升职权力等问题上 美联社报道 拜登退出竞选后 Z世代选民迅速在社交媒体上分享支持卡玛拉·哈里斯的内容 反映出这一代人对民主党感到被忽视的情绪 青年进步组织警告拜登在年轻选民中存在问题 并呼吁他更加关注年轻人最关心的问题 拜登退出后 这些年轻领导人希望哈里斯能重新点燃年轻选民的热情 哈里斯的竞选活动得到了17个青年组织的支持 他们认为哈里斯能够带来新的希望和紧迫感 特别是在气候变化和升职权力等问题上 多伦多新报报道 唐纳德·特朗普再次将他的竞选活动带回明尼苏达州 一个传统上倾向于民主党的州 但这位前总统认为今年可能会有所斩获 特朗普计划在圣克劳德举行集会 并带上他的竞选搭档J.D.万斯 万斯是俄亥俄州的参议员 具有中西部绣带城市的背景 特朗普希望他能吸引这些蓝领工人和工会成员的支持 尽管2016年特朗普在明尼苏达州 仅以1.5个百分点之差输给希拉里·克林顿 但四年后拜登以超过7个百分点的优势击败了特朗普 然而特朗普对这个州的前景仍然充满信心 他的竞选团队计划在该州开设8个办公室 并已聘请了新的高级顾问 多伦多新报还报道 随着审判推迟 特朗普的法律费用出现了首次显著下降 SAVE America政治行动委员会在6月份支付了约82.7万美元的法律费用 这是两年来首次阅读总额低于100万美元 自2022年7月以来 该委员会平均每月花费近400万美元用于法律费用 大部分用于为特朗普刑事和民事案件中的辩护 随着特朗普在多起联邦刑事案件中暂时摆脱困境 这些资金现在可以用于竞选活动 特朗普的竞选团队在5月31号的定罪后捐款激增 但尚未透露在宾夕法尼亚州集会后筹集了多少资金 尽管法律费用有所下降 特朗普的律师仍需处理多个案件 包括纽约的民事欺诈判决和联邦文件案件的上诉 日本时报报道称 唐纳德·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的马阿拉格庄园 热情接待了以色列总理本亚明内塔尼亚胡 内塔尼亚胡在华盛顿受到美国总统候选人卡玛拉·哈里斯的隐秽批评后 得到了特朗普的支持 特朗普批评了哈里斯在会见内塔尼亚胡后 提到加沙地带严重人道主义危机的言论 称这些言论对以色列不太友好 内塔尼亚胡此前在国会发表的演讲 受到了民主党的批评 而与哈里斯的会面中 哈里斯表示他不会对加沙的人道主义问题保持沉默 内塔尼亚胡在佛罗里达州得到了特朗普的热烈欢迎 这对他来说无疑是一种安慰 Yahoo US报道 新墨西哥州在获得6.750万美元联邦资金后 离实现全州高速互联网覆盖又近了一步 去年,拜登政府宣布 新墨西哥州将通过宽带公平、接入和发展 BBEED计划获得这笔资金用于扩大宽带接入 上周五,新墨西哥州的初步计划 获得国家电信和信息管理局的批准 州政府可以开始申请和选择资金的次级受赠者 BEED计划由2021年两党基础设施法授权 目标是让全美每个人都能使用高速互联网服务 新墨西哥州基础设施顾问Rebecca Roos表示 高速互联网接入对远程医疗、心理健康服务、远程学习、政府服务和商业发展至关重要 新墨西哥州的许多社区,尤其是偏远和部落地区,互联网接入不佳 州宽带接入和扩展办公室代理主任Drew Lovelace指出 尤其是州西部地区需要大量工作来实现宽带覆盖 悉尼陈风暴报道 近两周前,唐纳德·特朗普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一次集会上遭遇枪击 联邦调查局确认子弹击中了前总统的耳朵 FBI通过声明澄清了导致特朗普受伤的原因 确认了子弹或其碎片从枪手的步枪中射出并击中特朗普的耳朵 此前,FBI和特勤局等联邦执法机构一直拒绝提供有关特朗普受伤原因的信息 而特朗普的竞选团队也未发布医院的医疗记录 或让医生接受采访 特朗普本人及其前白宫医生、现任国会议员Ronnie Jackson提供了更新的消息 特朗普在周五的一次活动中提到FBI的道歉 并首次出现在公众面前,没有诱饵的绷带 尽管有照片显示子弹擦过特朗普的头部 但有关特朗普伤势的详细信息仍然不清楚 Yahoo!US再次报道 FBI在一份声明中确认了本月 还在竞选集会上对特朗普的暗杀企图中 子弹或其碎片击中了前总统的耳朵 FBI局长Christopher Ray在国会作证时表示 关于击中特朗普耳朵的是子弹还是弹片 存在一些疑问 此次暗杀企图发生在7月13日 枪手Thomas Crooks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一次集会上开火 导致一名观众死亡,两人冲伤 特朗普及其盟友对Ray的言论表示愤怒 并持续声称他被子弹击中 众议院议长Mike Johnson和参议员Lindsay Graham 也批评了Ray的证词 认为不应对事实产生争议 FBI的声明发布后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表示 接受了Ray的道歉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已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LuteO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